记不记得傅昆奇在花莲的地震 那么摇完了以后 那事实上还在附近的过程当中 突然间非常急的就带着国民党的立委 到北京去嘛 去朝贡 回来了以后就搞出了这个所谓的 国会黑箱扩权法案嘛 那昨天中午12点多 当台湾的立法院呢 那么开票出来了以后呢 复议案被否决了以后呢 三点整突然间中国共产党 开了一个记者会 开了什么记者会呢 就有陈兵华开这个记者会 他们发言人啊 然后讲怎样 直接直接根据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罪 然后呢给你罗列了一大堆的 相关的这个等于说罪名啊 那你大概触犯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方式呢 那么更可笑的是啊 他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包括无期徒刑 包括死刑 然后跟你说哦 就算人不在 为了捍卫中国的主权 统一跟领土完整啊 就算人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 对不对 一样起诉 一样判刑 而且跟你讲 人不在这个中国里面呢 你还可以请律师 人不在我请律师干什么 就莫名其妙嘛 对吧 但是言语鼠公 那么只要你是颠覆国家 你是要意图台独的话 全部抓进去的 对而且很神秘 为什么 在记者会前五分钟 才把与会人员的名牌放上去 然后呢 大家才知道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回什么记家回 对不对 只要你是说 这个所谓台独都算 惠民我请问你一件事 我们能不能在 这个自己也开个记者会 对着这个等于说 这个网路上面讲说 我是地球人 我对外星人深重珍重警告 那么你已经触犯了什么相关法律 外星人不得到地球来 否则的话呢 我就直接那么把你啊 这个判死刑或十年以上有基督刑 你可以不要来地球 但是你还可以请律师 你疯了吗 对不对 你疯了吗 你按照他的标准 你知道今天马上有人就可以 立刻试用 可以实名举罚是谁 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朱立伦怎么讲 朱立伦说他们的法律 中国大陆的法律 不及于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嘛 然后呢 王宏伟也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不及于我们 没办法管到 他们没有我们台湾的司法管辖权嘛 那你们两个如果按照他所讲的话 你们是直接 那么直接 那么侵犯到中国对台湾的司法管辖啊 那你们不是台独吗 法律台独也算 什么叫法律台独 你说中华民国死的疑 你就算台独 那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的话 朱立伦也好 王宏伟也好 全部都可以抓去关啊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是干嘛的 这是法律的 我说坦白的是法律的 用法律战 那除此之外呢 记不记得 上个月他们在搞了一件事嘛 五大控 说这个五个人是要制裁的嘛 对不对 包括黄世聪 于北成 王毅川 刘宝洁 李正浩 这五个事情 对不对 当时这五大控 他们后面还讲说 要实施更严格的制裁嘛 他们都这么说嘛 对不对 当时是大家就以为说 就有他们跟他们的家人家属啊 不可以进到中国跟港澳 你就是说这样而已啊 你知道吗 当时这五个人 事实上未必列进去 因为他们都 我都很熟啊 保洁 刘宝洁跟黄世聪 绝对不是支持民进党的嘛 但为什么 为什么锁定他们 其实当时锁定他们 是因为经济因素 因为他们把中国 现在经济很糟糕啊 给讲出来 那中国现在 说实话了 说实话有罪 中国现在经济差到什么程度 你不要听过人买东西 买衣送衣 咖啡买衣送衣 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过买房买衣送衣的吗 现在买房子买衣送衣耶 你知道吗 所以呢 现在中国经济很糟糕 很差的情况下 你把实话说出来 他们就建设当上去嘛 那现在只是把那个触角呢 延伸到更大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事实上 事实上告诉各位啦 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啊 台湾两千三百五十万人 只要你说过中华民国的 全部都有罪 七月一号开始 你的手机啊 你的手机带到中国去 中国的公安随时可以检查 里面有一句骂习近平的 对不对 你敢死啊 你知道吗 所以你千万不要开玩笑 我奉劝大家 每一次不要再去中国旅游 你如果不怕死 对不对 有一天你被 因为去中国旅游或是经商 你贴去的时候 不要再来要求中华民国 台湾的政府要去救你们 因为那是一个野蛮的国家 好 这是中国 现在郑重的跟全世界宣布 主张台独的人要抓去官 要判刑 甚至严重的话要判死刑 这是中国非常阿拔的政权 接下来带来看看 这个到底民众党出了什么事情 不满意度高达六成 这么多人不满意他 三个党里面 满意度最低的也是民众党 问题出在哪里 柯文哲可能想来想去 觉得说 还是蔡碧如 他嘎嘎说实在话 是不是 不然为什么三访蔡碧如 那个访诸哥类也不过三次 是不是 无是夏英春 有是蔡碧如 不是中午宴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柯文哲这台民众党的拼装车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组成 包含民众党的本身 包含有时代力量 有清明党 甚至连新党 统促党的人都有 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自己人 真正自己人只剩下陈佩琪 柯妈妈跟蔡碧如 所以他有事情 一定会去找蔡碧如说 到底我现在发现 发生了什么事 让他们的民调如此下滑吗 第一个问题就是 柯文哲自己本身的声量 不断的被黄国昌所碾压 柯文哲在党内 已经失去了领导能力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好那我即使给黄国昌带领 那黄国昌的仇恨值这么高 我的民意调查的制度腰斩 那我的仇恨值不满意度 高达六成 这都是黄国昌造成的 所以这个党也不可能 让黄国昌去带领 另外找蔡碧如 还有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不要忘记了 五大弊案 五大弊案包含金华城案 跟所谓的新光的 所谓的四北科案 四北科案的林玉宏 现在就是台中市政府的副秘书长 我都很怀疑 是不是蔡碧如 建议推荐她到台中市政府了 所以还有五大弊案的问题 要去咨询蔡碧如 所以这些问题本身 她都必须有必要去找蔡碧如 来所谓的肯谈一下 看未来这个政党也好 或者她本身自己在台北市政府 弊案也好 因为以前蔡碧如叫地下市长 她一定会有一些方法 一定会有一些方式 来帮所谓的柯文哲来脱罪 因为黄珊珊愿不愿意帮柯文哲 扛罪都是大问题 所以愿意帮柯文哲扛罪 会不会只剩下蔡碧如 所以变成是蔡碧如 变她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 蔡碧如被撵出去那么久了 还愿意帮她扛吗 这就不知道了 蔡碧如 我说真的 蔡碧如忠于柯文哲的程度 是大家可以有目共睹的 所以她会不会因为有些事情 柯文哲发生了 她帮她扛折 包含一些之前 其实在议会调查有说过 那个所谓的不正常的金流 是不是也跟这些都有关系 我是不知道 所以这些问题发生在柯文哲身上 她当然一定要去找蔡碧如 但是我要讲说找蔡碧如 有没有用 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蔡碧如本身都是 这些问题的可能的发动者 包含她民众党 以前在蔡碧如的主导之下 其他人是进不去的 现在交给了黄国昌 往右边走 左边的乘客就跑掉了 那你现在交给黄珊珊 往左边走 右边的乘客都跑掉了 所以你这个已经是拼装车的民众党 到现在为止连方向都不明 还到处蛇行甩尾的结果 就是翻车跟解体嘛 所以现在就大难临头各自飞 大难临头各自飞 在国会的一个最新状况怎么样 其实国民党的满意度也很低 不满意度也很高 那么明明就是在野党 没有执政的包袱 为什么支持度一路滑这么多 其中有几个宝贝 包括了慕尼亚大学的法学博士 也是一宝 我们听他讲话的 会觉得说 有一种deja vu 就似曾相似的感觉 就是来到了党国威权时期 来听听看 我们要跟谁统一 这个国家统一的这一个部分呢 在我们我们现在至少就我的理解 我们现在并没有再采取反攻大陆的政策 是是您不采取反攻大陆政策 还是我们全中华民国的国民 不采取反攻大陆的政策 至少就我的理解 是所以是您部长 各人自己的意见 来第十在我们的宪法第十一条里面 非常清楚中华民国现在涵盖自由地区 本席以为赖清德总统 他才是中华民国的卖国贼 赖清德总统说 中华民国的前途 是有两千三百万人民共同决定 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两千三百万人共同决定 中华民国领土是在哪里 我们有经过宪法公投吗 在没有经过任何宪法公投之前 这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本上对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你们要是看到了鱼儿往上游 又会有什么感想呢 贾清德总统 我看到鱼儿往上游 我就会想到万恶的共匪 所以我们要用功读书反攻大陆 解救大陆苦难的同胞们 蒋总统万岁万岁万岁 蒋总统是时代的灯塔 民主的救星 有没有 这种干嘛很熟悉 这个完全没有违和 汪小连的概念 其实讲到中华民国的宪法 是很多人心中的痛啊 难道不该休吗 休了又有这个 有人接下来用台独制裁你 让你判死刑了 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Grace 所以国民党 这个民调会掉那么多 其实跟国家定位是大有关系 以及最近以来的 推动的这个什么军公教 这个年金改革也要返回去了 不当胆态 也要再拿回去了 都有关系嘛 这个民调都跌了 人是不快乐 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这首歌应该是柯文哲的歌 其实柯文哲受伤最深 对 再来是不痛不痒的国民党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 他们现在是以为 你要知道2024选完 有一件事情很特别 国民党的声量 真的是有史以来 冲得最高的 不然以前都是一选完之后 国民党的声量 就不会有这么高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应该是说 当这个国民党 每一次选完之后 假设成为在野党的时候 他的民调不会跌这么快 但是民进党 成为这个执政党 居然民调 叫一直逐步上涨 跟这个所谓这个蓝白 一直成为这个喇叭口 更恐怖的是蓝白 加起来支持度 居然也没超过执政党 所以这才是我认为 这个在野党应该要去注意的 因为我是觉得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蓝鹰一直要对决青鸟 我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 青鸟到底得罪蓝鹰的什么 我觉得很不对劲 但是你蓝鹰应该要去跟青鸟 解释清楚说 你到底国会改革到底在做什么 你也有没有违法乱权嘛 对不对 然后更重要的是 两件事 大家就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你的这个藐视国会罪 跟你反质询 这两件事 你要如何直化跟量化吗 我说难听一点 刚刚这个节目有讲这个 中共提出来的分裂国家罪 你知道它的直化量化 非常的细 如果你怎么样 然后判刑多少 如果你怎么样 然后它是如何判定的 都写得这么细了 那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蓝白都写得比 这个所谓的分裂国家罪 还要写得这么的粗糙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莫名其妙的嘛 如果他们要效仿中共 真的要拿回来自己再看看 人家是怎么写的嘛 问题就来了 民众党 对 为什么从2月到现在 已经6月要底了啦 没有一个律师敢站出来说 我保证这一次的法案 绝对没有危险 很奇怪 你看 上百位律师认为这个是违法滥权了 但怎么全台湾 这一次的律师到底有几个 国民党里面也很多律师啊 为什么连一个都没有敢站出来说 这个蓝白的法案是 这个没有违宪的 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最重要的问题 但我认为柯问哲 有一个件事情非常严重 他的内部管理问题 出了问题再去找蔡壁吴 对不对 就像大家说他这个新竹的土地嘛 明明你就是要种芭蕾树 结果最近长出来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木瓜树 这有什么差别啦 都是植物啊 可能这也是屁股 AI酸醋 对不对 就表示他内部管理都不得当嘛 对不对